港铁的铜锣湾站 在昨天傍晚发生一起离奇的 这个列车车门 突落事故 在下班的尖峰时接 目击者说 有一列开网 接近地城方向的港铁列车 要开进这铜锣湾站 发生碰撞 那车门就这样飞脱了 那港铁赶紧派人抢修 整个也停摆了三小时 之后才恢复正常 那港铁初步研判 四月台隧道的广告牌 零件位移而发生这样的情况